好 现在今天来到9点24分 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 睽違9年的台拔混血儿吴一华 渴望在元旦过后就回到台湾 而她已经18岁了 最近她的模样呢 都在媒体上曝光 跟她一起从小长大的堂哥 说她变得帅很多 在最新情况交给剧者高梦柔 告诉大家 梦柔 谢谢主播台拔混血儿 吴一华呢 今年已经18岁了 已经9年都没有回到台湾来 跟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哥说呢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她 觉得她变帅了 也说家人人其实对这件事情 都非常低调 我们今天看这个堂哥的说法 胖胖的 胖胖的 那现在呢 现在好像会变得壮 比较壮的 那看到她现在变成这样子 会不会觉得替她很开心 会 那会不会觉得说 那个一华 就是要回来的 要帮她准备一些吃的 还是说准备房间让她住的 会准备 会准备 是的 我看到堂哥其实也是非常的低调 因为一家人呢 当初这个十年前这个事件呢 造成一家人都是非常的难过 因此呢 现在看到吴一华长大的模样 大家都很开心 觉得她变帅也变壮了 也说呢 会准备一间房间 等待吴一华回来 不过呢 目前邻居是传闻的 吴一华大概回来 时间是在元旦之后 大概1月10号左右 不过这个说法呢 还没有得到家人的证实 而她的叔叔吴火眼呢 到现在也还没有露面 那以上是在高雄的情况 就这样给朋友出播 好 谢谢孟柔帮我们掌握了最新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吴一华呢 预计最快在元旦之后 就会回到台湾 回来自行消息 对于阶约之后